远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微运算有关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算术运算的操作符和微运算的操作符 算术运算的操作符包括 加、减、乘、除和磨 微运算的操作符包括 安慰语、安慰获、安慰意获、取反 左移、右侧补灵 右依左侧五符号位 和右依左侧五灵 微运算一般在面试中出现 基本上属于神仙题的范畴 也就是属于见过就可能会 没见过就很难做出来的题 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微运算的相关面试题 首先我们来讲一个与微运算很有关系的话题 不容过滤器的原理和使用 比如说不安全的网页黑名单 包括100亿个黑名单网页 每个网页URL最多占用64字节 现在想要实现一种网页的过滤系统 可以根据网页的URL判断该网页是否在黑名单上 请设计该系统 要求该系统允许有万分之一以下的判断失误率 并且使用的额外空间不要超过30G 本题既是一道大数据的题目 同时也和微运算有关系 因为牵扯到布隆过滤器的原理和使用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普通的方法 如果把黑名单中所有的URL通过数据库或者哈希表保存下来 那么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对每条URL进行查询了 它是否在黑名单里 但是每个URL最多有64字节 数量又是100亿 所以最差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需要640G的空间 这个实在是太大了 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如果面试者遇到网页黑名单系统 垃圾邮件过滤系统 爬虫的网址判断重复等题目 又看到系统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误率 但是对空间的要求又比较严格 那么很可能是面试官希望面试者具备布隆过滤器的知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布隆过滤器的内容 一个布隆过滤器精确的代表一个集合 可以精确的判断一个元素是否在集合中 注意这里是精确而不是准确 那到底有多精确呢 这完全在于具体的设计 但想做到完全正确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的题目要求是允许有万分之一以下的判断失误率 正好符合布隆过滤器的特征 布隆过滤器的优势在于 使用很少的空间就可以将正确率做到很高的程度 假设有一个长度为M的比特类型的数组 即为比特瑞 其中每一个位置只占一个比特 只有0和1两种状态 假设一共有K个哈希函数 这些函数的输出域都大于或等于M 并且这些哈希函数都足够的优秀 彼此之间也完全独立 那么对于同一个输入对象 假设是一个64字节的URL 经过K个哈希函数算出来的结果也是相互独立的 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但是彼此独立的 对算出来的每一个结果都对M取余 取余的结果在比特瑞上把相应的位置设置为1 也就是我们的涂黑的过程 这样一来一个输入对象URL 对比特瑞的影响过程就结束了 也就是比特瑞的一些位置会被涂黑 接下来按照该方法处理所有的输入对象 很多个URL 每个URL都可能把比特瑞中的一些白的位置涂黑 也可能遇到已经涂黑的位置 那么如果遇到已经涂黑的位置 就让其继续为黑即可 当处理完所有的输入对象之后 可能比特瑞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位置被涂黑了 至此一个不容过滤器的比特瑞就生成完毕了 这个不容过滤器代表之前所有输入对象组成的集合 那么如何在检查阶段 检查一个URL是否在不容过滤器中呢 假设一个对象为A 想检查A是否加入过不容过滤器 就把A通过之前的K个哈希函数算出K个哈希值 然后把每个哈希值都对M取余 那么就得到了0到M减1范围上的K个值 接下来在B.Rate上看看这K个值对应的位置是不是都是黑的 如果有一个不为黑 说明A一定不在这个集合里 如果都为黑 说明A在这个集合里 但是有可能会产生误判 那么我们再解释的具体一点 如果A的确是之前的输入对象 那么生成不容过滤器的时候呢 比特尔瑞中相应的K个位置一定已经涂黑了 所以如果在检查阶段 A一定不会被漏过 这个是不会产生误判的 会产生误判的是 A如果真的不属于输入对象 之前没有加入了不容过滤器 但是如果在生成不容过滤器的时候 因为输入的对象过多 而比特尔瑞的空间又过小的话 那么会导致比特尔瑞绝大多数的位置 其实都已经变黑了 那么在检查A的时候呢 也可能A取得的K个位置 看都是黑的 从而错误的认为A是输入对象 通俗的来说 不容过滤器的输入类型是 宁可错差3000 绝不放过一个 那么不容过滤器的 比特尔瑞大小应该如何确定呢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如果比特尔瑞的大小M 相比于输入对象个数N过小的话 失误率会变大 所以M的大小 完全由样本数量N 和我们预期的失误率P来决定 我们的题目中 黑名单的样本个数为100亿个 也就是N等于100亿 失误率呢 又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一 也就是P等于0.01% 每个样本的大小呢 为64字节 其实这个样本大小 不会影响不容过滤器的大小 因为我们最终是在 不容过滤器的某个位置上涂黑 这完全取决于哈希函数 根据样本算出对应的哈希值 然后再对M取余的值来决定 所以只要保证哈希函数能够接受64字节的参数就可以了 而单个样本的大小 丝毫不能影响我们比特瑞的大小 那么此时呢 相当于我们已经有了N和P的值 然后根据大家看到的这个公式呢 来计算M的大小 最终求得M等于19.19N 然后我们向上去 得到M等于20N 也就是需要生成包含2000亿个比特的比特瑞 实际上也就仅仅是25G而已 接下来需要计算哈希函数的个数 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公式决定 最终求得K等于14 也就是需要14个彼此独立的哈希函数 实现它们即可 只要让每一个函数都能够接受最长为64字节的自乎串类型的参数 并且返回的哈希值范围大于0到2000亿即可 那么在刚才的过程中呢 我们算出了M等于19.19N 最终向上去整得到M等于20N 也就是说比起理论值 实际上我们让M又大了一点 所以最终的失误率肯定是比我们预期的结果还要低的 还要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失误率的计算公式 只要把N等于100亿 M等于2000亿 K呢就是指的哈希函数的个数 这里是14代入进去就可以得到我们真实的失误率了 最终算出的真实失误率为0.006% 这是比要求的失误率0.01%更低的失误率 哈希函数本身并不占有什么空间 所以使用的空间呢 其实就是bit array的大小 也就是25G的空间 服务器的内存都可以达到这个级别 所以题目的要求呢也都达标 有关布容过滤器的详细的推导公式呢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学习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生成布容过滤器的常规方法 首先你需要注意到题目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失误率 假设为P 然后根据样本数量N和允许的失误率P 结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式1 求出布容过滤器bit array的大小M 取得的结果要进行向上取整 然后根据公式2算出我们需要的哈希函数的个数K 那么其实布容过滤器的设计过程就已经完毕了 但因为求M的时候进行了向上取整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想估算更精确的失误率的话 可以用现在大家看到的公式3来进行计算 感谢观看